你煮的好是个油 煮不好是个毒 我害怕以后就出问题 在八美过完生日 拉完肚子 送了西瓜之后 我们开车到了道府县 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 这里我有一个叔叔 他在做一件事 就是用一辈子 去做藏传药泥面具 我们今天开了 八十公里 然后用了五个小时 现在终于快到达 这个道府县的 藏传药泥面具 传承人家里了 今天这个路是真烂的 这又开始下起雨来了 哎这个七八月份的藏区就是这个样雨季 所以经常会下雨 看到他们家了全国唯一的藏传药泥 哎面具呢被挡住了 一到这里就有一个鲜明的面具 在这个上面 现在我们到四龙大叔的家里了 这是他养的条藏药 四龙大叔早上好 你好 现在四龙大叔正在早上工作当中 然后稍微等一会儿吧 然后让四龙大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藏传药泥面具 四龙叔你每一次做药泥面具 都会穿这身衣服吗 哎对 我佛下的最关键的关键就是念 它的这个面部是关键 有些这样子笑一喊一点点微笑 有些就是半笑 有些就是一点点生气了 有些就是完全生气啊 就这样子 它这个各种各样的 它的这个造型是 最灵感就是在脸上 组的时间长了 就是这些都是自己就摆得起的 这个一头有医学维护 它这个一头就是 有第一 包饰、酸腹、麻辣、珍珠 这些等等有八十多种 这个和这个泥巴一头 和珍珠这些是 已经历史有四千多年了 后头就是把这个文成公主和松江干部 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发掌策 中朝有藏药 获得这个泥巴一头去了 现在我们中国 汉处离不开藏处 藏处离不开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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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的这个旅商日志第一季 突然有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出来了 就是这个四龙老师强烈邀请悠悠成为她的这个写手 对她们她的合作伙伴 然后和她一起出一本书 然后悠悠终于尝试到旅商日志的精髓了 终于在旅商日志当中 找工作 找到了一个创业的方式 要不然咱这样聊点说的吧 谈谈电脑品牌吧 老师不是说要买个电脑 不用了 我那已经带好了 带好电脑了 那个睡袋我也给她背好了 我准备要剪你出来 剪你出来了过后就是准备要写一本书 到目前为止 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但我现在就是我本身我是这个捍卫不得行 那么这样子这里一个这个出来的人 现在还目前没找到 我想呢 第一个就是呢 匪夷为化就是传承 发展 包袱 留给后人 和他们继续学习 我觉得这个值得学 值得住 我不是这个就是不是道夫的 又不是喜乐的 这个是全世界的 这个是权贵人民的 他的临时已经四千多年了 现在权贵唯一的 制作有的面具有的佛像 只有十六江城我一个人了 那么这样子过后就是了 我想的话把这个第一个培养传承人 但传承人配要相当相当难 但目前我跟着 不是我的亲戚 而是我的一个徒弟 是个老和尚 跟着我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五年了现在 他这个人来是一四十多岁的人 按照我们的家族的做法和这些规矩来是 传来不传外 传来不传女 现在这个过去的这些老的这些 说法和这些规矩 不突破的话不得息了 现在传不下去了 还有唐克 男娃娃的还有女娃还更细 做的事情还更稳住 超过南娃娃的多得行 我有两三个子儿子 基本上做得来 没问题 但人不行 有你佛像有你连续的 有物 里面毒气相当强 他这个不是人吃的 你做得好是个有 做不好是个毒 我害怕以后就出问题 关键是人是人问得起 还有人皮好 人安先洗 才是做得出来的工艺 才是你的唯一的出路 人皮不好 你做得最好也是没得用的 几乎就是了 把这个传给这个 冷户上的可能性大 但他也是已经40多岁的人了 主要安不像西来 主要看钱 不看责任 他这个就是传承是个责任的嘛 他这个就是 守住民族维化是个关键的嘛 他不考虑这些 就是要是考虑人民帝 这样子就是了 做不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在了就这样子 没得着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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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年纪 什么都可以 我很羡慕你这个年纪 如果我在年纪个十岁 我做个大的时期 我绝对不对 后头慢慢在了 明年后年可能要好一点 可能这个雨季再起过了 就可能好一点 去年这和今年这 我就身体一点不行 因为糖尿病 现在权贵唯一的 制作有的面具 有的佛性 只有十岁将成为一个人了 我们不在了就这样子 没得着洗了 没得着说了 最遥远全 一定最遥远全 好的好的 好 放心吧 好 走了 能用一辈子坚持一件事的人 少之又少 能把民族文化在流传百年 更是微乎其微 离开四龙将泽大叔以后 我一直在想 这些即将消失的非裔文化 到底是谁 该负责传承呢 到底是谁 该负责传承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